在韩国的话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 皮肤科皮肤管理了是不是 今天就来悄悄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皮肤科里面 刘姐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好项目 首先去皮肤科这个频率 大概是会一年做一次大脸 基本上就会包括 看眼圈的蛋白线 碰到标类的水光针 热麻迹 这种比较碰 以及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的项目 三四个月做的话 我都会去做一次小脸 包括了一些轮廓针啊 瘦脸针啊 其他管理和一些射频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恢复时间 一周到十天会去做一次皮肤管理 医生的话会根据你当时的 一个皮肤状况去调整一些 当下适合你的皮肤管理 比如说保湿啦 美白啦 抗氧或者去角质 镇静等等 效果的话 我最爱的两款皮肤管理 一个是泡沫管理 通过非常绵密的泡泡 附在你的脸上 软化你的皮肤角质 这个一般会在我皮肤 比较稳定的时候去做 后续的话 再做一些非常针对性的保湿项目 包括是照灯啦 面膜啦 基本上韩国皮肤管理面 一套下来一定是会包含到 照灯的一个环节 保持皮肤产生一些不耐受 或者是敏感刺激的反应 当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皮肤管理的就是注氧管理 简直就是敏感肌的天头 好做到不行 非常细小分子的原液 去注入到你皮肤里的同时 它还能通过净水和氧气 能够让你皮肤非常好 可以达到一个镇定的效果 基本上效果在皮肤状态很差 过敏的时候 都会选择做这个注氧管理 做完以后 能够感受到你的皮肤 肉眼可见的变稳定 变气腻了 所以大家韩国的时候 也记得去尝试一下这两款 真的是进属感非常非常高的两款 如果大家会与韩国的皮肤科呀 大项目小项目还有什么 好奇的地方 大家可以记得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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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